我买这台车到现在 我从下定到买到拿到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台车 我也没有骑过这台车 我没有跨过 没错 我这一集呢 是单纯就是要找干爹改装品用的 欢迎收看这节康康嘴机车 那通常呢 只要不是在机车上面出现 是在汽车上面出现的 通常代表什么 一定是有好事要发生 直接先破题 就是我要去牵车了 很多老观众一定都会知道说 看到怎么会想要买第二台机车 所以重点其实今天呢 不外乎就是跟大家讲 我要去牵车 然后呢会买什么车 以及为什么会买第二台 绝对不是我钱太多好不好 所以请大家继续看下去 也有没错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来到荣丘重机 那就是目前台湾呢算是很大的一个 平行输入水货的机车重机商 那这一次呢 我第二台重车就是要在荣丘签好不好 刚刚你不是说你不买什么车什么车 为什么你要牵车了 没错 先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这一次呢就是因为 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公关业配价 所以公关价格 所以刚刚才会牵车好不好 所以没有 刚刚没那么笨 OK 刚刚没有亂花钱 钱要花在刀口上 我买这台车到现在 我从下定到买到拿到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台车 我也没有骑过这台车 我没有跨过 所以跟你讲 买车不用这么难好不好 千万不要在那边说 那几匹马力 那个配配行不行 跟你讲 像康刚这样买就对了 什么都不用问 什么都不用看 直接买就对了 好不好 OK 那我们来揭晓答案 今天康刚买的是哪一台车 Let's go OK 今天的重头戏来啊 我们终于要来公布一下 康康买什么车 没错 其实康康呢 就是买一台跑车 那跑车会有什么跑车呢 对不对 康康一直说过了 我不是这个 公升嘴脸吗 没有 康康绝对不是公升嘴脸 康康呢 一直都很想要这个什么 600 所以我买了这台R6 那当然前面讲的啦 感谢这个龙丘给的 这个甜甜的公关架 所以康康才会买 你看这个美丽的头 对不对 帅气的头 再来啦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 其实我也是牵车我才知道 它的这个灯啊 我以为这是头灯 不是 下面这才头灯 也太低调了吧 你知道吗 这就是什么 当你没有很了解一台车的时候 你没有实际去骑它 没有实际去 真的去摸它的时候 牵车交车的时候 就是这样充满了惊喜 来来来 看一下这个美丽的车测 其实呢 认真讲R6有什么配备 我还真低都不知道 严格来讲 我买车 我基本上我看的就是一个 我觉得它只要这个等级配备 有到 它都是已经 YAMAHA600的当家跑车了 我请问一下 我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 对不对 我刚摸了一下 真的觉得 太beautiful了 太beautiful了 那当然啦 我们现在都来了龙丘了 我们先请 咱们的龙丘 来帮我介绍一下这台车 OK Let's go 先感谢一下本集节目 龙丘爸爸赞助播出 不是我 不是MV 介绍一下 你们这赛R6这个市场 因为其实它现在停产了 应该是说 对我们来讲 目前去年大家是听过说 美规车子 他们R6即将要进入停产的时代 因为他们今年 大家知道已经R7出来了 他们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要来取代掉 R6在市场上的地位 当然真的来讲 R7的竞技的程度 不是没有办法像R6这样子的 但是 价钱跟用料就不一样 对 就不能 毕竟R7还是比较属于像R3升级 上来的这种感觉 它不是完全的纯总的这样子的赛车 而且就是 这个R6听说 听说就是这个市场现在很红 对 现在是一车难求 配到黑色的这部分 算是 我觉得算蛮幸运的一件事情 真的假的 对 因为其实黑色真的很少 他跟我讲说 对 你那个车是黑色的时候 我想说 对 我根本不知道我车是什么颜色 对 他完全没有想要了解车子 他就说 末代 我买了 就我对他认知 他其实骑乘三角 就是比较战斗 对 当然 他是纯总保证 但是我刚刚其实有偷跨一下 我发现这个座高没有我想要这么高 欸 他是有变矮 85公分 其实你如果以 就是像高级跑车 像R1 R1本身是855 他是850 其实就只差 可是R1的座垫 我记得他超爆干宽 会缺小一点 如果你等下会有这种感觉疑问后 我们后面等一下还有车子可以试跨 所以其实牵车这种东西 其实跨车坐高 不然假如你真的有疑虑的话 但我这个人已经被这个滑胎车养坏了 说到龙丘 应该很多人可能不是很熟 就新的 新的 新建的观众 因为现在说实在就是总代理非常多 对 当然 越进越多车子 对 所以大家开始渐渐的可能对一些水货车 或是平行输入的车 可能稍微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熟悉 龙丘从2002年 在当时世贸组织加入之后 开放重车进口 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年轻可能不知道 当年台湾有一段时间是禁止 150cc以上到台湾的车 对 所以在2002年开放之后 那时候龙丘就开始进重车 我知道 对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从2002年到12年13年 那时候一个上快速道路 对 那时候开放快速道路 就是一个那个黄牌 对 所以那时候整个市场开始蓬勃在发展 大概是这个的因缘背景下 对 不然其实我们从2002年就开始一直有在做 对啊 所以算是个老字号 对啊老字号 假如跟你们荣丘买车 我有什么保固 因为我知道是以前的水货 其实他们的保固就会比总代理要短一点 你知道 就可能就是一年 甚至有人会说 那个料很难叫 我这个买车态度很差 是不是 那你跟他介绍一下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从一年的时候就开始提供 所谓的三年不限里程的保固 三年 对我们有三年 无限里程 对 你这个人骑车很疯吗 知道啊 这种车子 我不管它会不会坏 你只要回来定时有在保养 不管是我们的直营店 或者是在全台的经销商 对 你只要有保养记录 你有留着 或者是我们在店家查得到 基本上我们出保固都会很难杀 所以就是假如今天在荣丘买车 然后我在你们这边保养的话 我可以享有三年的保固 对 感谢荣丘大干爹 不会不会 感谢康康给我们这个服务的机会 让我真的再次的圆了一个梦 好不好 那OK 那我们就先牵车 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初次骑乘的一个感觉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刚准备要走了 结果后来被抓回来了 我还有这个契约书嘛 对 所以我是不是一个最 你遇过最夸张的一个 那个新车主 没有最狂 只有更狂 真的假的 目前来讲你最狂 真的假的 他想说你到底都不来看一下车吗 我说不用啦 反正就车就这样子嘛 对对对 好没问题 反正我只要拿到车就好了 很棒 现在呢 第一次首发给大家听一下 好我现在示范如何冷车吹到断油 不好吧 那我现在就是 席去给大家分享一下出事心得 然后顺便呢 跟大家讲一下 买这台车的原因 Let's go 首次这个骑这个 R6真的是 好怕 哇 真 这个骑起来我真的是 今天裤子太紧了 我觉得我的裤子太紧了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它的MODE 也可以A模式 B模式 Standard 就是正常跟 然后呢 TCS就是它的电控 TCS呢 它有六段 你知道 就是现在才 临时做功夫 反正啊 我没有骑过电控的车啦 所以对我来讲呢 有多的都是好的 就是这么简单 Bubub Let's go 这种跑车 只能说我这种跑车 跺脚真的很小 不习惯那种 OK 上高架 哎 它的转速我一万八 天哪 OK 事故放送哦 刚刚就是 不小心走错路了 所以现在 来到了新庄 然后呢 好不好 因为 还是不习惯这个 进挡快排 这个骑起来呢 真的还蛮趴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需要时间去验证啦 不然目前来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脚夹一下 其实还好 但是呢 整体的这个骑起来 真的爽感 这个四缸的声浪啊 久违了 四缸的声浪 真的久违了 果然大家真的很喜欢 这个四缸声浪 但是 啊 Shit 我真的觉得 我骑一下下 我都觉得 干 这个 这个有点烫 哦 油泡耶 天哪 我现在总 公里二十 然后呢 平均油耗十一 真方便了 我连时间都还没调 但是现在呢 我停个红绿灯而已 刚才已经108度了 what the fuck 我感觉到 震震的热风 吹向我而来 好险今天风还蛮大的 其实 哎 真的假的 其实牵上去 跨上去 虽然老司机 已经有点直卷了 但这个买的新车呢 还是有个兴奋在的 哦 嗯 好OK 就是现在找一个 比较户外 哦 的地方呢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大家心中的疑虑 首先呢 当然就是身为一个老司机 你知道吗 这个买车购车 你知道 就是在前置作业面 就像我刚刚影片讲的里面 那个 他里面就说 怎么会有人这么厌世 既然 连看车都不看车 连来看都不看 交车就这么随便 对不对 但其实就是对于一个老司机来讲 嗯 喜悦是有的 而且刚刚呢 其实跨上车骑的时候呢 觉得 哎 还是蛮爽的 那为什么会买这台跑车呢 其实无非就是因为 第一个 当然 诱因很大 就是因为呢 龙丘爸爸呢 给了一个非常甜甜的天天价 所以我在掐指一算以后呢 觉得说这个 这个价格 对我来讲 感觉入手 超吸引我的 那当然有些故事要分享啊 其实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大家知道我刚刚曾经 就是在12年 13年的时候 买一台DX6R 但是其实 6R 并不是康康当初 最早想要买的车 只是因为那时候我没钱 我找不到我可以入手的R6价格 因为R6价格实在太神了 所以呢 借由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在最后最后有一个梦 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接下来可能R6车会越来越少 甚至呢 不要说R6了啦 台湾很多跑车呢 可能就咽不进来了 所以在我评估之后呢 我决定冲这一发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玩重车 甚至做机车YouTuber 都很明显什么 他已经是老司机了 改都改完了 很多一切玩车的经历 大家都直接略过了 所以呢 这是全新的计划 这个是全新全员厂的R6 假如有各大干爹 各大改装品 或者是车友们 你想推坑的 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给大家看 接下来会有一些 计划是我当初玩重车 能够省些钱 或是能够有些特别的改装方法 都可以介绍给大家 尤其这种纯种跑车 大家觉得说 这很高贵嘛 对不对 所以能省则省 那当然啦 这边呢 也直接跟大家讲 欢迎各大改装品牌干爹 好不好 能改就改 我就直接把它 能改的 我全部改在这车台车上 接下来就是我 看能不能利用这R6 分享一下 这个玩重车啊 改重车 尤其洗跑车的概念 而且终于 我自己有一台跑车了 我可以不用骑别的车 下力宝了 好不好 所以 接下来的日子呢 就期待大家 我跟R6的过程啊 所以呢 其实这一集 无非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喜悦 以及呢 告诉大家 打脸一下大家 打脸一下那些键盘车手 对不对 你买车 说实在的 真的你喜欢 你看外型 你真的爱 你就买 对不对 你不需要 对不对 多余的543 当然我觉得有个部分是很励志的 就是你看 一个以前养不起重车 后来不卖 卖掉了 就是因为养不起 卖掉的人 就因为呢 他把卖掉的时间 然后做频道 然后呢等等之类 过了三年多以后 他现在又回来 原来他当初最想买的一台车 就是你真的只要努力吧 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没有努力的话 我没有认真经营我的频道的话 maybe我今天也不会有这些干爹 给我这个甜甜价 这一集假如拍了一点仓促 很抱歉 或是有很多解答 没有解答到大家的话 很抱歉 把你所有的疑问 下面留言告诉我 让我知道 OK 只有价格不能讲 好不好 拜拜 拜拜 我要买一台重机 你又买一台重机 呵呵 你有背哦 呵